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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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大哥 欢迎你 欢迎你到这里 感谢大家 实在太兴奋了 实在是太兴奋了 第二季德云斗销社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在第二季的第一期里 在天津德云社第一次在第二季里面演出 兄弟兄弟 有什么大病慢病就吃药吧 好不好 您这脑子都混乱了呀 第一 这太简单了 咱们第一次在天津德云社 参加第二季的第一期斗销社 也没听明白吧 别看没脑子嘴还挺好使 那当然了 就搁这儿了 不翻了 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 我叫孟赫棠 介绍完我了 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这是我的师哥 也是我们这个战队的队长 他的名字呢叫 不是 我一提你这名我就卡毛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你鼠猫的是怎么着 你吃头发干嘛呀 你说的是我就卡毛 你自己介绍 不行我这生理反应 我这说不了 这位就拿我开玩笑 自己介绍 我自己介绍 我叫烧饼 我听也听不了这名 你是不是吃毛球了你 你叫什么 叫烧饼 烧饼 烧老师 谢谢 他在台上是彻底放松了 对了 他是彻底放松了 他开了去 对 烧老师 我们俩人今天给您带来一段 非常精彩的节目 大家伙都爱听相声 爱听相声好处太多了 您给说说呀 对身体好啊 清气上升 浊气下降 食归大肠 水归膀胱 有益饮食 有益健康 太对了 这番的不辞 一说这饮食啊 不得不提一个人 谁啊 他父亲 我爸爸跟吃有什么关系 他爸爸 哎呦 太爱吃了 不是胡吃海菜 傻吃您喝啊 不是那个 您要不介绍 没人知道知道吗 不是那 他爸爸吃讲究 您就说 是个美食家 就对了 讲究健康 人家吃按照谚语那么吃 这谚语跟吃还有关系呢 谚语怎么说呢 您给介绍介绍 说这早餐吃的像乞丐 午餐吃的像乞丐 晚餐吃的像乞丐 我爸爸就是乞丐 你看 别说你爸爸 那话是那么说的吗 那怎么说来着 人家说的是 早餐吃的像国王 午餐吃的像王子 晚餐吃的像乞丐 按照这个营养配比来吃 对 没错 您说对 说的好像我爸爸 就是要饭乞丐了 你知道 要怎么人是队长呢 对不对 早餐吃的像什么 像国王啊 像国王 一般咱现在 吃早餐的人少了 为什么 起不了早 确实 对不对 太早 谁爱起来吃早餐呢 他爸爸人不敬 你爸 为了能准时准点起来 吃早餐 每天晚上 在这床头上 放一个枣 意味着能起早啊 那管什么用啊 放个枣 他又掉不下来 放他那是 放一闹钟不好吗 哎呦 好主意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赶紧回家靠你爸 别放枣了 放闹钟 这样起得来呀 这包是谁设计的 多好啊 放一闹钟是不是 就起得来了 对呀 咱说他爸爸 有拿早叫早的吗 他爸爸吃那早餐 我的天呐 各位 咱平时吃早餐吃什么呀 煎鸣果子 豆浆油条 嘎巴菜就差不多了吧 这就够丰富的了 他爸爸吃早餐 嗯 一百零八道菜 不是你恨的 黄氏怎么着啊 太丰盛了 一百零八道菜 这菜咱们不说啊 大早上起来 这儿 八二年的拉菲 早上就喝 哎 不是为了喝 你大早上喝完了 迷糊一天 多不好啊 那对呀 就为了数数口 那拉菲数口 对了 这也太奢迷了 国王嘛 对不对 国王早上吃 像什么 对得起 这称号国王 对呀 高脚杯 你还多讲究 得这么端着吧 对对对 拿酒提了 喝拉菲拿酒提了 一提就够啊 不是你等会儿 这拉菲是散装的 您这跑这打醋来了吧 谁叫国鹏 还喝整瓶的呀 对不对 大气呀 那也没有说拉菲是散漏子呀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 高脚杯呀 那高脚杯不是说气面好看 它就一定好喝 哎呀呀呀 看挂杯不挂杯 那是醋渣的那是 不会喝啊 那为了 我一说话傻了 哎呦就这智商 不会喝啊 就不会数数好 这回再倒回去就挂杯了啊 花火还真多 退了吧 这菜可都摆这呢 为了消消毒 我爸爸这是护食 谁也别吃 消毒 甭说早餐了啊 中餐吃的像什么 像王子啊 对了 像王子 王子那得怎么吃 山珍海味了 对 营养丰富啊 对呀 王子就得吃国王的剩饭 哦 和尔那早餐就没冻是吧 一百零八道菜 你爸爸吃的了 一人吃啊 这不全喷了谁吃啊 多谢你要不喷都造就不了 一百零八道菜 也别剪桌子啊 甭往下剪 剪完了之后就到中午了 对不对 搁这儿别冻我 别冻我 中午接着吃 接着吃 别看这是剩饭 辣费 可是新辣费 对 刚才那糕就喝完了 没喝完没喝完 就是要打开之后啊 放一头五 它就过期了 没事啊 泡辣八算啊 不是醋 辣费辣费的嘛 怎么看怎么像醋 还是那高尤杯 就是提了 就是提了 对 三楼子 三楼辣费 多讲讲 有来了 问喝啊 询问户户口 花活真多 您等会儿 您这什么意思 给筷子消消毒啊 给筷子消毒这么消毒啊 废话放一头五了 仓下都烙一牌了 这么大家业 吃这么多道菜 就一双筷子 你不是别浪费啊 对不对 你把那酒卖两下子 咱能换双筷子 不行吗咱 消消毒 哎呀 省刷完了吗 您等你等你等你 你妈呢 这馅儿太大了 这也 消消毒嘛 您这消毒就消完 这一下子干嘛呀 这一下子嘛呀 我汤要撸下去 您这不费两遍事 不越蹭越脏吗 您就直接把这拉肺 喷嘎桌子 好主意啊 一举两得嘛 好主意 这儿也干净了 这儿也干净了 你看这你爸没想起来呀 对不对 对不对 清除愚蓝舍愚蓝吗 都怪你爸妈早起太早了 对 让脑给砸 早给砸砸了 晚餐吃的像什么呀 像乞丐了 对了 咱不能真像乞丐似的 翻垃圾桶去啊 多心 不是说的是什么意思 说的是吃的简单 对了 怎么个简单法呢 像什么那个水果奶昔 这个好 促进肠道 对吃点这个就完了 主要注重的就是环境 这个露天的餐厅 就往这一坐 大拍档 早上中午那两桶拉肺 滚过来 还是处缸 你看 把一大扎杯 晚上得喝了啊 晚上得喝了 拉肺和扎杯 拿扎杯和拉肺啊 各位 干 酒都倒好了 你爸往这一坐 小爸这德行 打那边厨师长就过来了 有厨师长 厨师长推着那小车 哒哒哒就过来了 那小车走进之后 你仔细一看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水果奶昔 厨余垃圾 还是 完了 他把这电话莫分这么大 这没说出内卷的事了 对啊 你先回 你先回 那个摄像机 先别停 咱没完 那导演稍微等一会儿啊 没完 合事里了 没完 合事里了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不是 咱这才演多的一会儿 你看这点儿 不对啊 咱那拢包推才五分钟 刚才人家演半天了 咱这下去 让他们这后台向上演员 不笑话咱吗 等会儿都说哥哥 你这节目就这么大呀 不是这么大 你这么大 我这一去盘人就写五分钟节目 你一晚上憋五分钟不行啊 你多演 你观众得看他卖力气 你连哈迪都没下来 你这有什么玩意儿 你这叫 不是哥哥 您嫌蒙古掌业别起祸啊 这事咱得说的说的 因为什么呢 这没有人规定 非得演十分钟 你先别蹭镜头 你进你进去 你先等会儿哥 我们解决一下那部问题 我是主持人 谢谢你 谢谢你 哥哥 我求你 我需要 我也需要镜头啊 不是 你谢谢我 你自拍 你自拍 兄弟你看 你要不上 他就抢镜头 你这赶紧 不是 哥 我说这意思 没有人规定 非得演十五分钟 五分钟的节目 非常的精彩 也可以 不是 关键有一问题 你不明白啊 人家都演十五分钟 咱演五分钟 下台 让后台这帮小子 他笑话你啊 显着咱这节目 没有效果 刚才观众都不爱乐 不挺好乐的吗 是不是 这节目挺好的吗 不是 你再演一遍啊 为了凑十五分钟 我再演一遍 人都听过了 再演人还乐吗 他即便是笑话咱 他也是一种笑的方式 对不对 咱再演一遍 你说话稍微慢一点 把时间撑长了 观众一听还得乐 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再接一下 现场啊 那个保持一家热情 来掌声起 谢谢 谢谢 哎 就不要报幕的了 你最起码 你拿我当个人吧 不不 你快快报 快报 掌声起一下啊 来吧 来了 感谢大家的掌声 反了丢了 今天的大家都来听相 慢点说 上台来呢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他要介绍介绍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我叫孟赫棠 孟赫棠就是他 他就是孟赫棠 掌声响起来 介绍完我呢 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对 我重要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郭德香 郭德刚 实在是太高兴了 这个同一遍的词啊 不能说对了 你知道吗 要不包子就没了 我呢 打小就到德云社来学习 然后呢 跟我师傅呢 学习很多年 在德云社从业呢 也大概有十七八年的这个时间了 然后先是在二队和约翰鹏老师呢 一块这个说相声 然后后来呢 我又自己成立了舞队 带出了很多优秀的相声演员 像什么孟赫棠啊 周九良啊 盛九溪啊 何九华啊 都在舞队待过 哥哥 确实也是不错 简单的自我介绍 不是独生平 趁时间吧 不是那个 行 我说我说我说 说完了 说完了 你来你去 大家都是来听相声的 对 听相声有好处啊 什么好处 你给大家伙介绍 一定要介绍仔细 相声的好处啊 可太多了 我们从来不做虚假的广告 我们德云社的相声 都是真材实料 那好处可是太多了 你给介绍介绍 一听相声 哈哈一乐 轻气上升 热气下降 慢 慢 慢点 慢 轻气上升 再慢 轻气上升 再慢一点 轻气上升 轻气它就上升 浊气下降 浊气下降了 食归大肠 食归大肠 水归膀 水归了膀胱 有益饮食 有益饮食 有益健康 有益健康 你是复读机吗你 复读机你也了解吗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个复读机啊 复读机呢平时我们都用于他那个学习英语 小时候都因为这个买 但是像我们小时候哪有人听英语 都哪有听歌 对 对不对 听什么歌 小时候听周杰伦的歌啊 周杰伦有一首歌叫什么 七里香 我特别喜欢 你爱爱哪一句 有一句唱得特别好啊 秋刀鱼的滋味 猫跟你都想了解 您听这词了吗 秋刀鱼的滋味 猫跟你都想了解 猫想了解秋刀鱼的滋味 就好比像他爸爸对饮食那种向往是一样的 一提起这饮食 我就想起你爸爸 您等会 您说我爸爸 您说我哪个爸爸 你有几个爸爸 三个 我亲爹 我老丈 我干爹 三爹 说的就是您亲爹 咱就说吃饭的事 吃饭 吃饭的事 他爸爸吃饭都按照谚语那么吃 您等会 什么是谚语 我不懂啊 我小学就上到 谚语啊 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说的比较精辟的一些语言 像什么众人食柴火焰糕啊 这算谚语 春雨贵如油这都是谚语 有一句谚语说的就是你爸爸爱吃饭 哦 哪句 哪 哪句 你爸爸就是喜欢 喜欢是早上吃饭像乞丐玩 中午吃饭像乞丐玩 吃饭像乞丐 哦 要照你这么一介绍 合着我爸爸他真该乞丐了是吧 这乐得了吗 这个 你得顶着说 我说吧 你直接说我合着我爸爸是几个 你合着我吧 这乐得了吗 哪个乐了 你看 咱不能这么说了 什么是谚语啊 我刚才不说过一遍了吗 谚语 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刚上台 不是 谚语啊 谚语就是平时老百姓说的一些个比较精辟的话 像什么众人食材火焰糕 一说到众人食材火焰糕 我相信您肯定得问我 什么是众人食材火焰糕 太对了 众人食材火焰糕的意思就是 大家伙可能遇见了什么问题 但是一个人解决不了 大家要种植成成的解决这个问题 帮他 有一个动画片我不知道您看不看过 叫三个和尚 看过了 一个和尚怎么着来着 挑水河 两个和尚呢 抬水河 三个和尚呢 没水河 还有这么一首歌吗 一个和尚 挑有没有挑水河 这些跟艳语都没有什么关系 什么又跟艳语有关系 艳鼠的故事 艳鼠的故事呢 跟艳语也并没有什么关系 不能沾艳就算 小燕子呢 小燕子 小燕子跟艳语有关 艳语英声 艳语英声说的就是艳语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 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了 好 接着往下说 我说到哪儿了 我爸爸爱吃饭 对了 他爸爸爱吃饭 说到这个早饭 早饭吃的像什么呀 像国王啊 早饭吃的像国王 他爸爸一早上吃 108道菜 要说这菜 我给您挨个介绍介绍 不用介绍 头一道菜是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露影 烧花鸭 烧雏鸡 烧紫鹅 龙龙鸭 酱鸡辣肉 松花小鸡 酱鸡 香肠 十斤苏盘 熏鸡百祖 青城八宝都将你这鸭子 我知道你没钱 烧紫鹅 山鸡土腐 蔡猫一鱼 干什么 到点了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有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咱们离十五分钟 已经很接近了 那坏消息呢 还有三十秒 你抓紧吧 快呀 王子鹅 起干还没吃饭呢 你快点 早饭早饭 这么多菜 咱就不说了 对对对 说中饭 中饭 你爸爸就不爱吃 对对对 外吃 外吃中饭 晚饭 咱说就 咱就说这晚饭 对 晚饭好 你爸爸吃的是环境嘛 对不对 喜欢吃什么呀 晚饭应该吃一些什么 水果奶昔什么的 对对对 水果奶昔 你爸爸 拉肥都不要了 你爸爸往这一坐 就等晚饭 等晚饭 那边小厨子就过来了 推这小吃 啪啪啪 走到跟前 看着四个大字 等会儿 还有十秒钟 我们都爱喝 鼓励多 五 四 三 二 一 水果奶昔 除鱼垃圾 还是乞丐 这叫什么玩意儿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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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五 六 七 八 七 六 八 谢谢大家